都说马席会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但是在这边我也要请教亮哥 就说那这一次来讲 他有没有 那如果说只是大于实质意义 那还是有实质意义嘛 实质意义又在哪边 比如说两岸会降温吗 这个部分亮哥有提到说 如果接下来赖清德上任之后 两岸关系依旧很糟 你说不排除有马席三会 甚至习近平还可能会见柯文哲 其实接下来 传出来是王金平要去 然后六月是国共论坛 国共论坛可能会在福建 我不知道朱立伦会不会去 如果朱立伦去 那习近平还是会跟他见面 那我认为还是同一套论述 就是他对马英九这套论述 对柯文哲对王金平 朱立伦都一样 所以我才说 因为马英九身无党职公职 所以真正大家关注的 不是马英九说了什么 马英九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丢了一个球 那大家在听的是当权者说什么 那习近平是第一个当权者 他说了嘛 说了一大堆 那接下来就轮到国民党 接下来的当权者说什么 所以朱立伦是蛮关键的 那当然国民党今年也要主席的改选 所以如果卢秀燕要选 那卢秀燕的反应也是关键的 那接下来当然是来清德 不过我对那个康仁俊前面那一段 他对历史真的理解错误了 事实上九二共识被全面的污名化是2019年 因为2019年1月 中国大陆突然提出 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那蔡英文就立刻说 你看吧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那结果那一年又发生了反送中 所以就被黏在一起了 所以你看他对香港就是这样 那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说去年宋涛接国台办主席 国台办主委 他就直接说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 所以坦白讲人家已经有新的说法了 所以民进党要再去贴那个 实在是没有说服力了 一国两制本来就不是九二共识 那马英九正式去 我觉得最大的贡献就是 当着习近平的面 把九二共识内容讲清楚 然后又抓到一个 国民党可以使力的地方 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 还有共同振兴中华这套论述 这套论述就是巧妙的避开统独问题 可是大家这个方向感 跟共同的认同感是蛮清楚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可以讲的 不然民进党就一下就说你看统派统派统派 是啊 那未来民进党国民党不一定要这样表述 他只要说我们是中华民族啊 我们要发挥正能量啊 希望能够共同来振兴中华啊 做有利两岸的事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国民党可以努力的新论术啦 那我就看你民进党怎么说嘛 你民进党要说我不是中华民族 你要这样说吗 那这样的话台湾的这个多数少数就很难讲了 因为你现在讲统一啊很多人会怕 因为民进党就到处造谣嘛 说统一啊你FB就不能用了啦 解释是说鬼话嘛 香港到现在还在用FB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可是他 他就是因为台湾有35%到40%的人 没有去过大陆 所以他这一套对相当多人还是有用的 那可是如果国民党就蛮久开创出一种新的论述的方法啦 就是说他身为中华民族 是不是共同来创造对两岸有利振兴中华的局面 那我觉得这套论述对国民党来讲就会 我们讲就是比较舒服的啦 就是比较好讲啦大概是这样 其实九二共识在我看来一直都不难懂 是有些人刻意不想搞懂 才有把它搞不懂 或是刻意把它带歪 其实九二共识其实非常简单的定义 就是只要你认同你是中国人就行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问题是民党这些人明明他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可是他又不敢直接这样讲 所以就拐弯抹角跟你在那边扯东扯西扯一大堆 对就是说待会有一个误解 民进党带出来的九二共识等于什么 等于一国两制对不对 就什么等于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就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反正他永远都要这样去跟你扯 但实际上九二共识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 就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这次 包括习近平的讲法也好 包括马英九的讲法也好 都为九二共识下了一个最佳的注脚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是同一个中华民族 那我们应该要团结在一起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可是呢习近平他这个说法 就是说希望大陆的青年 多去台湾看一看 那当然我们的旅游业者会很高兴 就是表示其实习近平 他这个说法是根源于 他们这次在两会头的一个决定 就是他们要从民间的力量 然后多跟台湾的民间年轻人交流 然后去改变整个台湾的一个氛围 所以习近平就这样做 那习近平既然这样讲出来 你要照大陆的领导人 绝对不会随便讲话 所以他只要一讲了 就代表说接下来 如果民党还要去讲说 大陆这边有什么关卡 或是故意去刻意去卡关这些东西 就不会有 他会慢慢开放 可是卡在我方啊 是我方开不开呢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大陆这边现在态度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会尽量去开放 但是接下来你就不要再怪我 因为那是你们的政府自己不开放 那你自己要去问民进党 因为我们是开放 我觉得大陆是要展现出这样的一个观点 如果台湾 包括民进党始终都是这样的话 其实老实讲我是有点担忧的 因为 本来照理来说 这次马英九是去帮赖兴德擦屁股 人家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 马英九七十几岁 还卖这个老命去帮你做这些事情 结果你回来不但没有感激他 然后居然还动员你们这些 立法委员啊 动员这些侧义啊 又把他痛骂一顿 但我不太懂 陆委会的新闻稿写的是中华民国的主权 但是赖清德在郑南荣的这个 今年会上讲的是台湾的主权 所以陆委会这个违逆赖清德的想法吗 但是陆委会能怎么办呢 陆委会如果不讲 陆委会你怎么不敢讲台湾主权呢 陆委会讲台湾主权 陆委会自己就应该先被消灭掉 因为他要叫大陆委员会 所以我说真的 民进党如果真的想搞台独 拜托你第一件事就要废除大陆委员会 你一定要走这条路 不然的话光是有这个委员会存在 你就不能告诉我说你是台湾国吗 因为这就是你是中华民国 才可能会有大陆委员会 所以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东西 那民进党每一次都故意忽略某一些逻辑 就应去扯他们要扯的东西 这是我觉得最好笑的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竹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